15万元级的SOA市场可以说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了 你像哈尔肥驰6 蝉Ci75 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实力派 究其原因 中国市场骗SOA底盘高 适合各种路况 装的能力强 还有就像逢年过节 载货装人 这就是所谓的一步到位 结合目前市场消费能力最旺盛的红海 就是在15万加月区间了 那在15万元这个市场的消费者 对于SOA有什么需求呢 功率够强 友好够低 空间够大 那近几年还得加上科技够先进 选择困难症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那如果我跟你说 有这么一款车型 能够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而且在一些限购城市不用拍牌 免购置税 是不是挺心动的 这就是前部角刚刚上市的Song Pro DMI 咱们今天就聊聊它 咱们先看看售价 13.48万元到15.98万元 那这款车型的推出 首先是补充了 比亚迪DMI加速的车型阵容 除此以外 对于Song Pro这个车系来说 也是补充了插电混动 这个动力选择 在车型颜色选择上 Song Pro DMI 一共提供了五种选择 其中赤地红这个颜色 是需要加2000块钱的 其他颜色不需要加钱 轮圈方面 全系标派18纯轮圈 顶派版本使用的是19纯轮圈 那因为轮圈变大了 所以轮胎的宽度也变大了一号 内饰方面有两种配色 麒麟棕和右玉兰 麒麟棕主要是以浅色为主 右玉兰呢 则是以深色为主 这种风格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国潮美学的设计样式还是很有特点的 而且看着很有档子感 做工用料也都挺出色的 动力方面 也是Song Pro DMI的最大亮点 1.5升消云插混转用防动机 加电动机的组合 那这套混动系统 它的功能原理是 在成人当中以用电为主 防动机只是参与发电 只有在中高速状态下 防动机才会参与动力输出 说简单点 就是有充电桩可以插电 没有充电桩呢 放机直接为电池发电 官方给的信息是 亏电转的下 它的百公里综合油耗4.4升 这样的成绩比丰田本田的混动车型 还要低一些 也是因为它平时开的就是以用电为主 换个角度 也可以当作咱们开的就是一款电动车 所以动力的反应速度 平顺性 噪音表现 都要比传统的燃油车更好一些 送朋友电脉在纯电续航里程方面 有51公里和110公里两个版本 51公里版本对于充电条件不太方便的朋友来说 性价比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你有条件安装充电桩的话 110公里版本日常图出行用电就够了 而且110公里的版本还支持18千瓦的直流快充 咱说现在的插面混动车型损的挺多的 但能支持快充的就很少了 这也是Sone Pro DMI110公里版本这款车型的优势 毕竟现在公共的快充装还是比较多的 行吧 关于技术信息咱就聊这么多 接下来说配置 咱们先看这款51公里版本的豪华型 售价13.48万元 这款最低版本 它的实用配置基本上是都有的 比如说像导致影像 定属巡航 全系标配的蓝牙钥匙 NFC 改定钥匙等都有 车机系统上虽然屏幕尺寸只有10.1英寸 但这个尺寸在同类型车型上已经不算小了 标配Dlink的420车机系统 在功能上你像在线导航 语音控制 车联网等等 一个都不少 那我们接下来看51公里版本的尊贵型 售价14.18万元 在价格上这块提升了7000块钱 联网车型最大的变化就是尊贵型增加了主动刷车 车道保持 拼命提醒和自胜巡航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像全身天窗 这样的后备箱 主家电枪座椅 中国平的尺寸也升级到了12.8英寸 另外从这款车型开始 还配有移动电站功能 就是车辆可以提供反向供电 开车出去浇游的时候 有了这项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220个电源了 那既然电源烧水都是没问题的 咱说以7000元价格来看 换来这些配置还是相当划算 那接下来看51公里尊贵型 这也是51公里版本的高配 售价14.88万元 在价格上这块也是提升7000元 那配置上这个车已经增加了 并线辅助 倒车车色预警 除了这两项配置 其他配置变化主要都是舒适性的功能 比如说前排的座椅加热 通风 空气净化等等 配置上的提升 我觉得这款尊容型也是挺划算的 像并线辅助在雨雪天气下防御挺大的 毕竟天气不好 视线则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到了冬季 还有座椅加热可以使用 对吧 那咱们接下来说说纯电续航110公里版本车型了 这个版本有两个配置 旗舰型和旗舰型5 Pro 110公里版本旗舰型售价15.18万元 那它的配置跟51公里尊贵形式保持一致的 价格上贵了1万块钱 那这1万块钱主要是花在了电池和动力上 首先纯电形旅程增加到了110公里 其次电机功率也从132千瓦提升到145千瓦 因为电机功率更大了 所以这款车的0百加速时间也缩短到了7.9秒 因为电池容量更大了 所以110公里版本是支持直流快充的 如果您周围快充关比较多的话 或者有自己的固定车位 可以优先考虑这款110公里旗舰型 那最后就是全系顶配了110公里旗舰型Pro 在价格上相比110公里旗舰型这块贵了8000块钱 那这8000块钱在配置方面除了增加并线辅助 倒车车测预警 手机无线充电等等 还有一些配置是顶配车型所特有的 比如说190寸轮圈 奇纳灯动态迎宾功能 15.60寸的中共屏和车内范围灯等等 更大的屏幕尺寸 确实可以让它们看着更爽 那19英寸轮圈 对于一款紧动型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 也够大了 这些都是成本的提升 那咱们参考51公里 孙桂型到51公里孙桂型的配置变化 似乎这8000块钱更划算一些 那说预算15万左右 想选择一款动力不错 且省油的ISV 其实送口的电脉 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 从配置的差异来看 中配和高配比较都挺好的 差异肯定有 那更多的还是根据咱们的自己需求来选择就好 如果你的充电环境不是很方便 没有固定车位 可以选择51公里版本 那就当它是一款非常省油的活动车开 就行了 那如果家里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或者周围有快充桩的话 就可以优先考虑 110公里版本了 那配置方面 从中配版本开始就有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了 另外还有移动充电站的功能 随着更多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升 对于配置要求自然也慢慢升高了 另外就是选择中国品牌 很多人还是看中更加丰富的配置 顶牌版本也确实可以带来更多的变类性和舒适性功能 包括并线辅助 作用通风 加热之类的 这么一想顶牌版本也挺好 那关于价格咱们也简单算一算 比如说这款51公里尊荣型 售价14.88万元 加上保险落地15万多就够了 那如果家里充电条件不太方便的朋友来说 选择这款没毛病 那如果是选择110公里版本顶配这款车型 那你还能配备全系独有的19英寸轮圈 15.6英寸中公大屏等等 也挺划算 那不管选择哪个配置 它的动力上 相比传统燃油车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 不仅开着更顺畅 油耗也更低 咱们现在购买差点混动这一类车型 不用交过质税 这一下剩下一万多块钱 而且在一些新购城市 也更加容易拿到牌照 那这款车我们前两天也借机会简单开了一下 确实开着感觉不错 而且顶牌版本的配置也够丰富 咱们最后关于新能源价格再补充一下 2022年的补贴政策相比之前有所降低 所以在今年21号以后 利亚迪会对旗下新端车型做一个价格的调整 虽然价格有调整 但是对于咱们这次购车推荐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就是在此之前已经交付定金的朋友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购车价格是不会受到此价格调整影响的 可以放心了 行吧咱们今天关于Song Pro DMI怎么选就聊这么多 还想观众哪些新车呢 可以订阅推广留言 我是原路 学生问题 来找我